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页武员 你和受害者中美宝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女儿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一直拿她 当亲闺女卡带 我现在要去医院 现在不行 我要见我姐姐 你要配合我们调查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医院见我姐姐 严峻 你冷静点 医生已经在抢救她了 根据你儿子的报案 她指认刑凶者就是你 怎么可能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能跟我们详细说说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其实 其实 我是被美宝关起来的 她在我的食屋里放了安眠药 让我每天睡得迷迷糊 不知道关了多久 直到昨天 醒了 来 该喝药吧 来喝药吧 你当地 当地要逛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哪知道 但这房子呢 是七十年产权的 来 把东西吃了 放开 你饿死 没那么好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都趁你住手吧 原来你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来 我告诉你 自从把你关起来之后 我就不停地在跟阿隽要钱 但我都说这是你要的 在阿隽的心里 我永远都是那个 支持他爱他的姐姐 而你就是一个贪得无厌 卑鄙下族的父亲 你这么怒 又是心里死去都没心吗 你还要硬提我妈 要不是嫁给你 我妈就不会死 救命 救命 我失点你 我傻的 阿隽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没开门 我就自己见了 什么事 我巡演马上开始了 巡演 好事啊 这次巡演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我不能有点负面线纹爆出来 我知道 但很难 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 演员这人 他就这样 你不给他钱 他就闹你 毁你 真的我需要钱说 我这么给你 什么时候是不是疼 我不管 你要给我找办法控制住他 什么办法 随便什么办 至少我巡演这段时间 他跟我销售你 他不能出来闹闹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你找个人揍他一顿 或者你干脆把他关起来 你只要被把他饿死不就行了吗 我每个人给你这么多钱是摆扬你的呀 每个人给你这么多钱是摆扬你的呀 是摆扬你的呀 其实 我早就想到办法了 而且已经开始了 你不用跟我说 我不想听 这是你的事 跟我一定要关心你 行 之前那两百万 有点不太够 可能得再要个五十吧 我给你一百万 你不得说给我搞定吗 好 放心 阿隽 回头教教我怎么改门损密码 嗯 好 不知道你听到了多少 他就让我把你解决了 你觉得你对他好 他就会对你好吗 那是以前 现在他有钱吗 真早就变了 所以啊 你还不如乖乖地配合我 那天钱 我还能分个零头给你 怎么样 还不动手 我儿子 我儿子当时 就像中了血一样 他怕事情败了我 影响他的演艺事业 就想杀了我 梅包想要阻止他 他就开始攻击梅包 还好我命大 最后趁乱逃了出去 离开前我就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 没想到就是梅包 没想到就是梅包 其实 都怪我 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没了妈妈 我又一直忙着在外面打工穿钱 属于管家 其实他们本质不坏的 特别是阿俊 所以警察同志 我求求你们 这件事情千万要保密 阿俊的演艺事业才刚刚开始 我自己受点委屈没什么 千万别耽误了孩子 你们不会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 好 我姐姐有消息了吗 暂时没有 请问你最后一次看到你姐姐 是什么时候 就是昨晚 我去她家找她的时候 姐 阿俊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在外地巡演了吗 我回来录个节目 明天就走 这么辛苦 我真的准备洗澡呢 姐 我觉得特别不安 怎么了 严有缘 她最近没有来找你啊 她 没有啊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她最近太安静了 很反常 那不是好事 说不定她又夺拿赌博去了 这个巡演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我真的不能出任何一点负面新闻 放心吧 你有姐姐呢 嗯 好 那我 走吧 有什么事啊 没有 一只猫 有朋友在外地出差 所以把猫放这儿了 你不是对猫猫过敏吗 对啊 所以我才把她放厕所的 对啊 姐 你有事要跟我说吗 好 你不要 别 knows 你 我 我 丁佛媛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肯放过阿俊 我为什么要放过阿俊 他可是我唯一一个 会赚钱的孩子 你若不放过他 那我就让你永远消失 你想杀了我 吓得去瘦吗 我是不可能怪你一辈子 我也不能让阿俊 变成顾问饭 终于想明白了 对了 今天几号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告诉我几号 真的很重要 是啊 还有两天 你就可以在热搜上 看到很多关于阿俊的黑料 虽然都是我瞎编的 但应该会有一部分人相信吧 阿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多不容易啊 最后 全毁在你的手里 你和原理 为什么发抖啊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 跟你死去的妈一模一样 都是那么蠢 明鸣 是 我妈要是不准 她怎么会背得逼死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是她自己突然发疯 从楼上跳下去的 她平白无辜 怎么会发疯 别人猜不到 你不应该猜不到啊 我以为 你对我做过的那些事 只有你我知道 还不是都怪你妈 什么事都刨根问底 你 严谨 你走 走 你杀人 姐 你不要冲动 姐把刀放下 快点 姐你听话把刀放下 你干吗回来 你不应该看到这些 没有 你走 你离开这里 我不能把你见成见 不然你的钱都会被我毁呢 姐 你听我说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姐 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如果你杀了他 你就要去坐牢 我可以没有一切 我可以没有一切 但我不能没有你 我可以 我们不知道为这样的一个人 去重罚自己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那你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 来 我们不怕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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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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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要不跟我去训验吧 我们不分开了好不好 阿隽 姐姐明天就去自首 然后去报答 长期对你的东西 因为我有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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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姐 姐 举报啊 举报啊 不过你 永远都是我的坏儿子 坏儿子 姐 姐 姐 你坚持住啊 姐 姐 姐 万一我姐 万一我姐姐 这讲究不过来怎么回事呢 万一我姐姐 死了怎么回事 对那个路灯底下 到目前为止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阳远有罪 而周美宝非法囚禁阳远的证据 已经十分缺躁 所以到最后 可能是我和我姐进监狱 而阳远逍遥法外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不理解 我姐当时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气都快没了 她要拼命指着 我现在想不上去 我姐姐 明天就去自首 然后去报答 对你的长期朗速 因为我要了 阎武员 现在我们正式 以嫌疑人的身份拘捕你 你 医院的电话 喂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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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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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